場面一 说吧 找我什么事 你看 我给你买了你最喜欢的鞋 我现在不喜欢它了 你还有什么事 听说 你要结婚了 2月14号上午10点 万好酒店 我不同意 笑话你不同意 你算了什么东西啊 不是我 你能有今天的成就吗 怎么来到西里没事吗 没有我你能结婚 买车买房吗 对 你在我事业最低谷的时候 离开了吗 现在怎么又两回来见过他 我那是记忆力 你懂不懂啊 是 要没有你 我还真遇到那么好 好 行 我今天来不是跟你吵架的 也不是跟你说好的 我只是想拿回属于我的东西 你要拿回什么 我刚才你这么些年 最少有值20万吧 什么 你你再说一遍 我说我要20万 你要的脸 行不行 我给你20个带来发 你要不要 你小狐狸这样这么说一遍 让尊重感 我是二婚 有个孩子 但你得是头婚 还得给我60万 哦不 120万才 不是 咋还涨价了吗 头婚60万 放婚纸不得加便嘛 另外还要有 新兴的房子 为新年30万的车 结果后每周旅游一次 去法国一家里都行 得住高档酒店 生活费每个月不能低于两万 我不工作也不做家务 另外你爸妈来了 也不能在家过夜 我还得赚钱 我就满足一个条件 头婚 这要求是不是稍微有些客服了 你以为 你们男人在婚姻里复资的成本 比女人小太多了 男人结婚之后啥都有了 还多了一个免费的保姆 而女人呢 结了婚之后啥都没有了 还多了个堵 这话说的 感觉我的房子是地里长出来了 台里是天上掉下来的 台里油盐是商场送送的 男人在外分播理所应当 女人在家做家务 就是受了天大的委屈 女人就是公主 为了爱情抛下妇女 服务一切选择了男人 男人就应该感恩戴德了 在婚姻里 男人根本不需要付出什么 怎么结个婚还六亲不认了呢 你家就是有皇位被舍弃了 都抛下一切了 怎么想要台里 多数人的婚姻 都不会把婚姻一起住 所以婚姻就是双方的问题 男人也是离开了 自己的父母出来打听和成家 目前社会压力压的是谁 是男人 所有人把责任都推给男人 现在的经济主体不是靠男人吗 现在的建设主力 不是靠男人吗 多数家居养家狐狐 不是还靠男人吗 男人还不够累呢 怎么到您嘴里 男人都付出去一文不值了呀 你呀 你把女人说成了神啊 男人就是神的仆人 里外体育奔命 搞不好就防倒无差 这两个人都不能互相体谈 还结啥婚 我这头昏 那也不能头昏了呀 您玩吧 拜拜 不就是因为彩礼吗 那你还要怎么样啊 我跟你说 我爸要是给我三长两个 大家谁都变成好过 不是就因为这样事至于吗 这点事 你脏口闭口五十万 你怎么去抢啊 我爸现在住院了 你还想干嘛 不是那你现在什么事都怪我 是吗 我做错什么了 这种彩礼钱是我爸妈订的 他们也是为了我好啊 那可是五十万 我家就是个普通家庭 我上哪儿给你挣五十万家 没钱你结什么婚子 我爸妈辛苦养了我二十多年 大来的把我嫁过来 跟你要个五十万彩礼不过分吧 我是车也买了 房子手部也付了 我付了大半辈子计划 你现在总不能让他们把老房子 卖了去大街去吧 对不起我退不到 咱非要吧 丁永 你行啊你 说分就分 咱俩出了四十年了 你这些年对我的感情都是假的嘛 我喜欢你是真的 我想跟你过一辈子也是真的 但是没想到 许你是要卖了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 我们家又不是不出嫁妆 在说我爸爸那边的亲戚 都已经知道咱俩都是结婚的事了 你现在因为彩礼要跟我分手 你让我脸往哪放 我爸妈脸往哪放啊 你爱往哪放往哪放啊 我不行 我就告诉你 我爸因为这事提出院了 你能不能别烦我 你喊什么呀 你院门口唱什么呀 我是刘永姐姐小姑娘 我得说你两句 彩礼和嫁妆 是两个家庭 却不是一个新的家庭 而不是一个家庭 是另外一个家庭服务的 你这毕竟不是卖女儿 我们都是普通家庭 你这五是吧 我们真的 哎呦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经问 你到底学不学我 行 你给我竖起来都听好了 我选我爸 从事里穿越 风雨都会散付前一年 场面四 妈 待会按照我说的来 好 好 涛涛 你在这闹什么呢 上面人都在等着你啊 小赵娃 我女儿我养了二十多年 你这三十万把她带走 不合适吧 就是 你看我闺蜜结婚 人家直接把八十万现金 彩礼放在现场 多有面子呀 照顾 你再看看你这三十万的卡 你不嫌丢人啊 我报告 今天你必须给我超过一百万现金 给我放在现场 小赵娃 你真要面子 等我公司稳定了 我再补给你行吗 小赵娃 别开空投指标 见不着彩礼 我是不会让唐老肘 我可不想宝贝女儿在别人面前丢脸 我 哥 你们要再不上来客人们就要走了 阿姨 彩礼的事咱们以后再说 现在再不上去 咱们俩家都没名字 不行 小赵娃 小赵娃 告诉你 今天这个成立情你是不给 这婚我不结了 是没的 你们是不是他新人男生啊 要不是结婚 还真不知道 你是这么无质的女人 小赵娃 我物质 难受你不也是看我看了 还觉得我吗 好 我也是看你有钱我才答应 现在我问哥 这个险子你就跟我今天就聊是吧 啊咱俩结婚 你要的保持养房哪样少了 现在才丽还要多地起价 怎么 真因为我才是大风刮来的吗 虽然漂亮 但是你能漂亮几年 我告诉你 我当中有机会看到人 现在也能随时换了脸 我在最后问你 你上去 你还是不上 我不上 哎 放心吧 这回来倒是 对了 财力你们家拿了多少 就给我一分不少的拖出来 场面舞 你什么意思啊 你不走了吗 怎么我问你到底怎么回事 你跟谁喊呢 你看见了吗 我被扔了 你不喜欢吃 你可以不收 你也可以还给我 你给他扔了干嘛 说真的 长这么大追我 你没有一百又七十了 我第一次见我送老抽苹果的 还凑拿送料袋说 你打不要饭呢 苹果怎么了 那也是我自己家种的 再说一个苹果的好几块钱呢 我见过先吃冒山王榴莲的 智力车离子的 谁吃你这老抽苹果呀 你趁给鞋生笑了 你是猴子请来一堆饼吗 你不是说对我有好感吗 你听好了 我告诉你 王 哎呀反正就是告诉你 我不喜欢你 我一点点都不喜欢你 就算像这臭苹果一样红 我也不会吃你 可是你说过 我们是可以试着慢慢的 是我是说过 可是我同时对很多人都说过呀 我就喜欢这种被簇拥着的感觉 我就喜欢都围着我算 那你把我当什么了 那你把我当什么了 应该是你自己把你自己当什么了吧 这些都是你资源的呀 我从来没逼过你说什么吧 对吧 这可跟我没什么关系 真的 你没听见 人家不喜欢你 你这么是不是烦人了 不是你这来一趟就拿点臭苹果来的啊 你没跟姑娘说你家干啥的吗 说了呀种地的 哎说了多了 我可不信家给人家爱吃的干净 我姑娘 她家一百多长地 那能咋听 那不也是能做臭苹果的吗 好行 那咱就走吧 走吧 走吧 姑娘有空里查的 一百多长地一年了 挣多少钱啊 我身份有点大 我是你最佳男主角 我的草花儿云 它来到了 我会用你在我 我会用在你身上 场面六 常语 你是不是这样也太过分了 帮帮话还没说完呢 还想说啥呀 说我他也不够多吗 不是说你两句怎么了 那是我爸我妈 你是不是应该尊重一下他们呀 尊重他们他们尊重我了吗 第一次见面就都有指指指指点点的 我不刺客了 对了我马上打了 行 你这样走 咱俩就分手 以后你别联系了 咋的不走了 你刚才那瓶心呢 你不就是觉得我爸说话说的有点重吗 但是说你有毛病吗 咱俩都准备结婚了 你才买了60多瓶的房子 整了个二手的车还得贷款 行 你要是真不爱听呢 咱也努努力 咱也买个大别墅 全款 然后咱们也整个有牌面的车 不用别的 BBA就行 你觉得我爸妈跟你好好说 你就能拥有这些吗 你要是觉得委屈 你就听你爸的 你爸不依扣一个 你钱付怎么怎么地吗 大老板啊 搞工厂的赚大钱 你钱付那么好 你们为啥还要离婚呢 是 我是没啥能力 房子小了点 车也是贷款买的 但是我父母有房子 他们退休了有社保 而且还有我大哥呢 不像你 你们家有啥呀 四口四张嘴巴 你们家条件还不如我家呢吧 我是没啥能力 赚不了大钱 但是我感觉凭我这个条件 配你这二婚处处有余了吧 当初是你口口声声中 不在意我的过去的 现在你拿这个说事了 刚才说到尊重了 那么现在我想问问你 自从我没认识之后 直到你离婚了这件事 我以及我的家人 我身边的朋友 哪一个对你是另眼相待的啊 都很尊重你吧 我爸妈也是尊重了我的选择 我可以说为了咱俩是尽心尽力的 反正你呢 你们家一直在权衡利弊 不是那你现在什么意思啊 没啥意思 今天提到结婚了 那就是两个家庭的事了 你们家也该有所表示吧 那你把号数明白 行 结婚之后 房展证上把你的名字加上去 彩礼钱也按照你父母的要求 但是你们家必须得 赔一辆十万以上的车 而且装修钱呢 你们家出一半就可以了 凭啥要我给你买车呀 装修钱凭啥我家出啊 你可是真有意思啊 说我钱很利弊 你这不就是把婚姻当交易了吗 这不是交易 这就是生活啊 换句话说 我要是有大钱 我也换大房子 那点装修钱根本不用你家出 公家你家也没有那条件 你也不是逃婚呢 不管说啥 之前的条件是一点也不能少 不然呢 不然 不然就不结了 不结就不结 行 强语 你别后悔 要不咱们再商量商量车不买行不行 不用 那装修钱出一半行不行啊 我说不用了 听不明白吧 最后 还是放开了手 不想再 爱过错 成了错 场面梯 张瑶 张瑶 你还过来找我干嘛呀 我能不找你吗 这两天发现信打电话都不回 我能不着急吗 你现在看见我了吧 活着呢啊 那个 我爸妈同意把他们那个房子购到你名下 然后之前说三十万彩脸 一分都不会少 结婚之前你准备好 哎呦 我也不是那意思 搞得像我多物质似的 我不就想要你个态度吗 对了 我还有件事想跟你杀了一下 杀了啥呀 那以后我人都是你的了 都听你的啊 真的吗 瞧人家傻呀 你也知道我家里条件一般 咱们之前看好那个车 能不能往后放一放 等以后再买 张瑶瓦你叫我玩呢 我没说不跟你买 车相对来说咱们也没那么重要 等咱俩结婚会以后 贷款就给你买了 那二十万你家拿不出来呀 还贷款买 贷款以后谁还呢 不行 我不同意 这不为了我的吗 我为了你什么了呀 你要是真在乎我 会在乎那区区二十万吗 那是一回事吗 那怎么就不是一回事 这孩子怎么跟人家说话呢 不就是柴车吗 那要不要有没有 还能咋的呀 但是啊 咱话说回来 他从三岁左右 就我一个当地的 把他带大 车呢咱能不要 但是这柴底啊 再加五十万就行 再加五十万 不是说咱之前 不说好三十万吗 那都什么时候的事 你跟我姑娘 出不了就能有五年 那相当于我姑娘 等了你五年 这女孩的青春 她不值钱呢 行 你说得对着 现在物价都涨了 还连你该涨 是那个道德 我现在手里 确实拿不开那么多钱 你这样 你让你姑娘再等我五年 这五年我省了点 你应该能够攒够 到那个时候再去行吗 不是 你什么意思 姚姚今年都三十了 你让她再等你五年 你咋想的 你真是诚心取摇摇 你借都借来这钱了 我借不来 你一个大老爷们 摘摇摇摇摇 活了这么多年 你连朋友都没有 你借钱借不着 我告诉你 我朋友都是 我能借一百万 但我就不给你 你干什么呀 你这是什么态度啊 是不是看我现在脾气好了 你皮肤好得怎么样 我今儿把花撂着 多一分都没有 不是 你刚才是干什么呢 你什么意思啊 我问了你了 这几年打电话 你管我要钱 我什么时候没给过你 去年你爸 先别是几万回忆 还是我不能还的 线条现在还在我手里 我能要过吗 你们一家拿我当什么了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呀 至于吗 我知道你对我好 那五十万咱不提 就按之前说三十万 明天咱俩准证 三十万给不了了 就二十万 不是 你什么意思啊 我现在觉得三十万都给多了 那五十万我都没跟你提 现在三十万你又先多了 你要手头紧啊 至少二十五万 二十万我都觉得给多了 现在就四万 我怕我妈这一辈子 把我养这么大 老两口就算到房子了 明天登不了 我的家他没有地方住 扯你想都别想 就这条件 这回你能结结 结不了辣的啊 你把我当什么的呀 我是误评的 你再给我讨价还价的啊 你们都明白不要价了 还不然讨价还价了是吗 不把你当上面可以 那十万财礼你也不要了 我现在跟你说不没话 反正这次大人给我了 必须给我 我要是不给的 那就可能这回你结不结了呗 反正追求我的人有的是 哪个练习来不比你强啊 那你就再等几年 拉肉更值钱 你不想好好处是吧 那就分 我告诉你啊 你可想好了 别到了后悔 谢谢你提醒我 这些年你花我的 用我的 还有那老小欠我的 我都会一笔一笔 跟你算清楚 然后再分手 你说看星空看日落 不如看我的眼眸 用心每分每秒 在身旁为我停留 场面吧 今天跟我相处一天 你还开心吗 开心啊 呃 你对我啊 很满意啊 满意啊 人又好 还那么体贴 还算我回家呢 你走吧 上车 这是你的车吗 对啊 之前我阿姨不是说你挺有钱的吗 怎么开这个车呀 这车不好吗 这车 我平时都是坐保时捷 那还要我送你吗 就先不用了吧 好 但是 就是之前在饭桌上有很多话都跟你说 我想跟你说一下 就是我们在一起之后 要给你提几点小要求 可以的话就可以 不可以的话 那就算了 好 那你说我天下了 就首先如果跟我结婚的话 第一点 要给我们家200万的产品 然后呢 还要给我们爸妈买套房 我们的公房的话 至少要是在500笔以上 然后我想 因为我还有个弟弟嘛 我想给他凑一下产品 然后的话 还要给他准备一下婚房 你觉得可以吗 你问我觉得可以吗 就是我反映一下 你觉得可以吗 你感觉你说的这些部分吗 不用分呀 我妈妈告诉我的呀 那我想问一下 就是我给你200万台力 你给我回多少呀 我妈妈说 女方家是不用出台语的呀 不是 我说你给我回多少 回多少 不用回呀 不用回 就是我想问一下 你知道 就是200万台力 然后你还说 我要给你弟弟 还要买套房 还要准 还要给他准备彩礼 我想问一下 我娶的是你 还是你弟弟呀 是我给你弟弟结婚 还是和你结婚呀 那你跟我结婚的时候 那我弟弟也是你弟弟呀 就他哥哥 哥哥给弟弟准备婚房 不是很正常的吗 很正常的 维尼 我想问一下 你知道200万 就是正常人需要用多久 才能赚到 这个 一个月 一个月 好美女 就是你刚说的 给你妈 给你爸买 买房款 就OK 以后是我们的父母 但是我感觉 你弟弟这个 我数字接受不了 就是我看 我刚刚 就是在我脑海里 回想了一下 感觉有点不太划算呀 这怎么不划算 跟我结婚 这么能娶到我呀 就娶到你 然后就赚了 对呀 美女就是你刚说的什么 200万台里我没有 还有你说的那个什么 500平的房子我也没有 但 那就是我家 就有几个四合院 北京四合院吗 那个不好意思啊美女 等一下吧 还没说完呢 我感觉不用说了 就是感觉咱们也不太合适 怎么就不合适了呀 就是不太合适 哎呀 你先回去吧 等一下吧 场面酒 你放开 我俩是分开了 但是话我必须当面问清楚了 凭什么分手 我到处说 是我背叛他了呀 啊 他跟你俩错了没有吗 说说吧 什么意思呀 我没啥意思 我今天过来呢 就是想请你 把花我的钱 全都还我 张剧动你是个爷们吗 跟女孩出了一下 花点钱 你还得要回去是吗 那你们女孩 为什么不能跟我们 那花点钱呢 你如果是正常的开笑 我一分钱都不会要 但是你摸摸 你自己良心问问 我给你都是什么钱 除了咱俩的房租 我自己的生活费 我其他钱都给你了 一个月少说也没有几钱吧 两年下来 小二十万 我家俩就卡里一成 卡里不到三万块钱 你告诉你 都干嘛用了 你放轻吧 老计动 就你那点钱呢 我一分我都不贪 我全还给你 但是我想问问你啊 为什么到处说 是我背叛了你 是不是你常年 在外面出差 是不是你出差 已经越半个月都不回来 你以为你一个月 给我几千块钱 我就能跟你相守一生啊 你以为我清了 就比你一个月几千块钱呢 我之前怎么看 你是这种人呢 你把话说清楚了啊 我什么人 你能把黑的 说成白的这本事 我这辈子 我都比不上你 你嫌一个六十万元 少了是吧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一个男孩子 二十多岁 除了花笑 能经济六七千 还咋的啊 你别自己没本事 就把别人想得跟你一样啊 你看看别人 一个月几万 几十万 甚至几百万 你看看你 是呗 我当然没有办法 跟你们房地产 的销售冠军比了 他都开保时节了 是吧 你不是问我 为啥到处说你会话吗 我作为一个男人 我可以拍着胸脯的 告诉你 那不是我说的 那是别人自己看到的 要想人不知 除非己梦为 你告诉我出去旅游 男女都有 可不吗 一男一女 一个公司的前台 和一个公司的 销售总冠军在一起 你自己相信吗 你别说了 行 我钱我还你不行了吗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他那么有钱 你为什么不花他的呀 你为什么花我了呀 你把我钱都花哪了 你告诉我呀 我也是有苦衷的好不好 就是你 啥苦衷啊 家人生病了 妹妹上大爷交不许钱了 我觉得姑娘跟他 肯定是有苦衷 但你就没有必要问了 毕竟已经分手了 跟您没啥关系了 对 我还不切得不吃得呀 人家都强和不切分 你别这么说我啊 分开是你们俩人的事 跟我没啥关系 给你 这拿着图我帮他打印的 是这一年你们的转账记录 还有截图 我怕你双鸣 在下面帮你加了一下 二十六万四千八 刚才歌影 就我跟你说的很清楚了 接着把钱还我 踢的关钱啊 就是这样 怎么遇不相信才疯狂 一场面试 你干嘛 你弄疼我了 我问你 我妈呢 电影马上开始了 回头再说 放脸 你到底要干嘛呀 我干什么 之前说好的 该准备的都准备了 今天早上 你妈临时加价 还有二十万 你们家要干什么呀 我爸妈养我这么大 不容易 再说了 我弟妈还要结婚了 你如果真爱我的话 你再不是七七二十万吗 七七二十万 我家什么条件 你不知道吗 为了他儿子结婚 他都偏稀臭的 把姚老钱都拿出来了 生怕委屈你 我爸他没得走 我妈一个人爸爸比较大 容易吗 辛苦了一辈子 总算靠他儿子结婚了 你们竟然把他藏起来了 你还是人吗你 谁藏他了呀 是他自己出来的 说嫌他自己想办法 说话耽误咱俩这大喜的日子 上半边凑去 谁知道凑哪去了 那是二十万 我妈在这边 人生地不愁的 除了我 连一个亲人都没有 你让他俩抽去 那口有关系吗 再说了 你看他拉他那个样 跟我们家亲亲一比 显得哥哥不误 还有 我不是为了跟你留面子吗 那是我妈 这是他儿子结婚 你们凭什么对他知了话 矫量 还有 我妈那不是拉的 她很爱干 只是使物的钱去买新衣服 自己的儿子结婚 所有人都攒到大吃大喝了 我妈就因为你们一句无理的要求 她顶着漂泊大雨 就为了满足你那家欲望 你口口声声说你会爱我一样去爱我的家人 那你呢 你现在在干什么 我真后悔 我早就应该把你从头看到脚后跟 我要是现在不去找我妈 我会心疼一辈子 方黎 你想好了 你现在走 让我爸妈的颜面丢尽了 我就跟你玩玩 那就玩玩 你只顾你爸妈 那我妈呢 今天我还就告诉你啊 今天你们谁一脸 我也给不了 要是我妈有个三长两短 都他妈变好了 你说看晴空看日落不如看我的眼眸